郭富城和Sammy今天一齊出席電影發佈會 看到最近有第二胎的太太芳媛出席好朋友聚會 就和另一位大肚的好朋友一齊收到一男一白的蛋糕 不知是否意味著這胎是男生呢? 謝謝大家的祝福啦 其實男跟女都沒有關係 其實對我來說我一直都覺得家庭 我真的是比較喜歡熱鬧的 我不像只有一個那麼孤單 所以大家給我一點時間 到時候生出來了我再跟大家說 而早前和千華合作的電影《麥露人》 飾演露宿者的晴晴為了投入角色 竟然真的長期維持住在顏我的狀態呀 我拍戲一直都是太投入 我覺得拍戲的時候 我基本上身上很小很小的自己 都是角色裡面的人 也不想把這個人物裡面跳出來 我們翻飯的時候 她吃飯都不吃 她說我應該很餓的 我不能夠吃得飽 所以我肯定我自己也吃一點點 可能熬到晚上夜燒 真的不能夠不吃飯會倒大倒下 她就想吃一點點 至於Sammy就已經開始籌備 7月舉行的演唱會了 最近聽說安仔除了陪Sammy 健身做運動之外 還戒了煙 其實她戒煙已經很久了 戒已經一、兩年了 然後我們的共同興趣 我們都很喜歡玩這個健身 所以都挺健康的 我們平常的生活 她自己也覺得吸夠了 她吸了好多年了 吸煙、抽煙 她也覺得夠了 就停了 就馬上要接 然後接到 我覺得挺好的 對